你们有牌子 咦 我们从哪儿来的乞丐啊 我们从没乞丐啊 还是个女的 哎呀 这孩子这么眼熟呢 安宇 你干嘛呢 我了个气 这不是大桥吗 原来是你啊 我还以为哪儿来的乞丐呢 不是不是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安宇 这么多年不见了 你过得好吗 嗯 我挺好的 你怎么回来了 我没事 我就回来看看 哦 哎呀 这么多年没见 你在外边哄挺好的吧 嗯 还行 大桥 你怎么就这样子就回来了 这不会上去找狮子了吧 怎么会呢 我们小时候不都是这么穿的吗 哎呀 那小时候是小时候 这个现在谁还这么穿呀 那小时候我们连黑馒头都吃不起 那不照样长这么大吗 那你在大城市哄怎么样 你这不是明知过问吗 哎呀 看你这穿着 在大城市一定有车有房吧 你都豪车豪房呢 你是从哪看出来我有豪车豪房的 你穿成这样一看就是要饭 听说呀 在大城市啊 要饭 都有豪车豪房 你的呢 安居 你先忙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再见 哎 我还没说完呢 穿成你这样就回来了 你简直就是一个豪草草的乞丐 我先发个孔圈 姐 真的是你啊 穷心啊 姐 这好久不见了 你们越来越瘦了 怎么瘦完这样了 瘦瘦更便康嘛 这么多年不见了 越长越漂亮了啊 哎呀 姐 你这一路上应该累了吧 走 去我家歇会儿 好 来 简直吧 走 来 走走走 爸 爸 咋了呀 王先生 着急忙活的 爸 你看谁回来了 谁呀 大乔 二叔 哎 大乔 你不是在大城是吗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爸 刚才呢 我在村口碰到我姐 我姐还夸我变好看了呢 去去去 一边那边去 大乔 在外面过得还好不好 二叔 我挺好的 那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爸 我唐姐能有啥事啊 她肯定就是回来看咱家自己人 你给我闭嘴吧 不跟咱家借钱就不错了 大乔 爸 你要是说我身体挺好的 不用看了 走 姐 到我屋里我给你倒点水喝 哎 等会儿 我那沙发店刚洗的 你让她一坐 不就脏了吗 我又得洗 不拉费洗衣服呀 真不会过失色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姐这大老远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不给炒点好菜好好招架一下 连屋都不让她进 也太过分了吧 还吵 不放冯 爸 你干什么呀 瓮器 你看看他 穿那層衣服 又破又脏 他肯定是来给他们家借钱来了 你还好心得他吃饭 万一他 他要是赖在他们家不走 我还得养着他 我认识服了你了 干嘛去啊你 回来 姐 姐 姐你等会 怎么了 我知道你现在过的困难 这些钱你收着 希望能帮你渡过难关 万一 这 姐你快收下吧 恩 恩 恩 大叔 你干什么呀 着急王花子 偷上驴铁了 从里来了一排好车 看着可贵了 就是 只有在电视里面才能看见的那种 嗯 谁叫结婚啊 不 不是结婚 听说好像是来见你们家大桥的 嗯 还叫他董事长啊 啊 哪儿呢 大桥 姐 你真是董事长啊 二叔 这次我过来呀 就是来跟你们道别的 不是 你这又是整的哪一出啊 啊 温馨啊 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工作了 有什么不顺心的话 可以来乔氏集团找我 嗯 这 这还整出个集团了呀 温馨啊 这次我回来呀 彻底见识了什么叫事态炎凉 不过还好 有你这么个好妹妹 这张卡你来着 里面有三十万 足够你上完大学的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要放朋友圈